香港富豪刘鸾雄,多年来被港媒们称为女神收割机。 李嘉欣、蔡绍芬、洪欣和关芝林等香港知名女星,都曾是她的前女友。 不过,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刘鸾雄,现在身边陪伴着的居然是长相平庸、狗仔出身的甘比。 而且,据知情人透露,她名下的700多亿财产也都多半进入了甘比的口袋。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才能在一众女神中脱颖而出,成为刘鸾雄众多前女友中最后的赢家。 甘比比刘鸾雄整整小了29岁,但是却跟在她身边服侍了十几年。 期间,更是为大刘生下了两女一男,奠定了她在刘家的非凡地位。 不过,甘比这一路走来,也确实是命途多舛,毕竟大刘前有官之林,后有吕立军这两位红颜之己。 他们都是与甘比同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不过,最终甘比却凭借着对刘鸾雄体贴入微的关怀,而拿到了最终的胜利。 尤其是,她在2016年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之后,身体就每况愈下。 然而在港媒拍摄到的所有照片中,甘比都是刘鸾雄的人形拐杖,所到之处皆细心服饰。 而且,与吕立军的贪得无厌不同,甘比几乎不会主动向刘鸾雄索索要任何礼物和金钱。 甚至是大刘主动给她的资金,都会被她用在公益事业上。 如此一来,甘比在大刘心中也留下了善良、不爱财的人设。 毕竟对于刘鸾雄而言,资产已经是赚够了,她接下来想要的无非是好名声与知名度,这些事,甘比也都通过做慈善帮她实现了,可谓是每件事都办到了刘鸾雄的心坎里。 不过,随着刘鸾雄的年纪越来越大,她对甘比的依赖也是越来越甚。 不仅日常生活都需要甘比陪在身边,甚至每次她入院治疗时也一定要她陪在左右。 然而就在刘鸾雄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拜托给了甘比照顾之后,甘比也不再愿意只做一朵伺候人的小白花。 此前有港媒拍到刘鸾雄一家出门的画面。 在视频里,甘比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伺候在刘鸾雄的左右,而是独自一人掀上了保姆车。 而大刘刘则在她身后,由保姆和保镖照顾。 毕竟当时刘鸾雄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加上患肾风波,身体状况早已不能与常人相比,走路都在颤颤巍巍。 那么,心甘情愿伺候了大刘十几年的甘比,为何最近却心不在焉呢? 其实也难怪甘比力不从心,毕竟她最近的生活重点已经从照顾刘鸾雄转移到了投资与扩大人脉的事业上。 在这之前,刘鸾雄已经将自己的七百亿元身家都悉数交给了甘比。 而且,她与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刘鸣伟手中的企业股票,也都转卖给了甘比。 也就是说,在刘鸾雄一手创立的企业中,甘比已经成为了最大股东,拥有了实际上的控制权。 对于甘比来说,二百亿之不过是她现在所有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值一提。 她也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需要对人唯唯诺诺的小鱼技,甘比靠着自己的力量,摇身一变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香港女首富。 现在,甘比身上的头衔很多,她已经不只是刘鸾雄的妻子,更是华人置业的行政总裁,身价百亿的女企业家。 又有谁能相信,这个相貌平平,学历也不高的女人,最终却将自己的一手烂牌,打出了王诈。 在甘比刚大学毕业之时,她选择的工作是当于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狗仔。 虽然挂着记者的名头,但是于记这个工作却确实不好做。 毕竟想要出名,就必须要拿到别人没有的猛料,不仅经常需要熬夜蹲点,更是经常会受到明星或者其粉丝的炮轰。 但是,甘比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却干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在她的笔下,曾经爆出了众多大料,李泽凯与相恋多年的地下女友分手,以及郑义剑和梁永奇的地下情被爆出,都是甘比的杰作。 按理说,这样一个业绩突出的狗仔,应该是整个香港明星的众矢之地才对。 但是甘比却情商很高,在她的周旋下,不仅没有受到这些明星的针对,甚至还收获了许多圈中好友。 像周星驰这样的大牌巨星,都和她的私交非常不错。 如果不是后来遇见了刘鸾雄,甘比应该也能在香港的娱乐业中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据传,甘比与刘鸾雄的初次相遇,就是她为了头版头条而去采访大刘。 一开始,刘鸾雄非常讨厌这个紧跟不放的记者,甚至当众斥责他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没想到甘比却是不卑不亢,他半开玩笑地说道你怕我离得太近,会拍到你脸上的黑质吗? 正是这个幽默的回答,反而让刘鸾雄对这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刮目相看。 没过多久,甘比就离开了原来的杂志社,进入到了刘鸾雄的公司中任职。 不过,即使甘比已经受到了刘鸾雄的青睐,但是他此时的上位之路却依旧十分难走。 毕竟在他与大刘相识之时,刘鸾雄的身边还有关之林与吕丽君的陪伴。 虽说关之林比较佛系,一直不争不强,但是跟随刘鸾雄多年的吕丽君却不是个好相处的女人。 2008年,甘比生下了与刘鸾雄的长女刘秀化,这件事也让吕丽君异常愤怒。 他甚至以刘太太的身份在报刊上发文,暗示这个女婴视野种。 这一行为也让刘鸾雄和其母亲异常生气,甚至成为了日后吕丽君被扫地出门的导火索。 毕竟,相比于吕丽君的贪恋钱财与张牙舞爪,大刘和他的母亲显然更喜欢与世无争的甘比。 后来,大刘的母亲还在公开场合说,甘比是大刘身边这么多女人中唯一一个不屠材的。 在婆婆都甘愿为自己当助攻的情况下,甘比很快就在与吕丽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顺利地成为了刘鸾雄最离不开的女人。 没过几年,甘比就与刘鸾雄结婚登记,从法律上也成为了正式的刘太太。 虽然刘鸾雄在香港素来以花心出名,但实际上,刘鸾雄现在的家产几乎都是与发妻宝永勤一起正下的。 当时,刘鸾雄的父亲仅仅是一个生产电扇的小生意人,家里只能算得上的小康。 为了刘鸾雄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父亲咬牙将他送出国读书。 由于资金有限,刘鸾雄只能半工半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学校里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宝永勤。 在妻子的支持下,刘鸾雄决定将父亲的电扇带到国外来售卖。 几经波折之下,他和妻子创立了爱因宝公司,顺利地打入了国外市场。 恰逢当时全世界都爆发了能源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 刘鸾雄趁机哄抬物价,将父亲的电扇炒到了100美元一扇。 成着这样的东风,26岁的刘鸾雄赚得盆满钵满。 仅仅几年的时间,他的个人资产就已经过亿。 随后,刘鸾雄又回到了香港发展,很快就跻身于顶尖富豪之列。 最巅峰时期,就连李嘉诚都难以望其向背。 到了90年代,刘鸾雄果断将目光放在了房地产行业,更是狠狠地赚了一笔。 据说,他在鼎盛时曾有着2000亿的身价,堪称是富豪中的富豪。 不过,在有钱之后,他也和普通男人一样,一直再犯男人都会犯的错。 虽然与原配保永勤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媒,但是早就貌合审理。 他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了香港的众多女明星身上,不仅送过李嘉欣豪宅,还为蔡少芬花费百万半成人礼。 虽然他曾在万花丛中过,但是最终还是在保永勤死后取了外表平庸的甘比为妻。 不过,随着年纪增长,刘鸾雄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他不仅有非常严重的肾脏疾病,还伴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等。 虽然在2016年他成功做了患肾手术,但是近几年他依旧还是医院的常客,经常需要入院治疗。 可能刘鸾雄自己都没有想到,过了股息之年的他会在晚年失去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 毕竟他纵横商场一生,也曾经靠双手赚下了千亿家产。 不过,甘比作为大刘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也一直在学习投资的道路上发展。 希望他未来可以扛起企业发展的大旗,让刘鸾雄打下的事业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